如果涉及到刑事的責任 地檢署的檢察官也很積極的在偵辦當中 至於有沒有檢調人員涉入相關的高檢署還有調查局 他們也做行政的調查了解當中 部長對於現在鑽騙境外鑽騙的溯源 有沒有打架國家是不是束手無策 不會束手無策 法律上我們要做修正了 我們很積極的提出法案 也經過立法院的支持 包括刑法 包括犯罪 組織犯罪 條例 防治條例 還包括了洗錢防治法 我們該修的法我們都很積極的提出 那在執行面 高檢署也整合了所有的執法機關 也建立了一個很好的聯繫平台 會積極的處理 那境外詐騙的溯源要怎麼做 那境外我們跟外國也有相當的密切聯繫 包括司法互助 或是其他司法單位 彼此的合作 我想我們會互通訊息 來互相的來解決這樣大家共同面臨的 詐騙問題 請